8月16日晚上8点左右 腾讯视频软件崩了 网友们纷纷反应 大量视频无法打开 随后官方视频回应称 由于今晚用户观看热情高涨 服务器开了小差 目前后台正在紧急扩容 将近况恢复正常 原来由杨阳和迪利尔巴主演的电视剧 《你是我的荣耀》在当晚8点 可以让会员通过超前点播直通到结局 顺时间点播人数太多 应该就是导致腾讯视频崩掉的主要原因 当晚9点多 腾讯视频宣布页面也恢复 《你是我的荣耀》 自开封后就一直话题不断 热度居高不下 自7月26日开封以来 连续未居 网剧霸屏榜防守 这部剧改编最固慢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清晶 在游戏中与曾经的高中同学于途 意外重逢后发生的故事 中眼杨阳和迪利尔巴 更是被评为 先避震之光 原本就是颜值界的顶流 杨阳和尔巴的强强组合 再配上含糖量超标的甜宠剧情 简直就是自带CP光环